不是我挑事 但是我真的好奇 只有一个碗 他要怎么吃 网上有很多看猫咪地位的办法 但我觉得我这个最直接 那让我们开始吧 可以看见 芒果看见碗之后 一个俯冲之后 就是一顿苦苦猛炫 毛豆之后 利用大头优势 直接挤走了芒果 刘刚蛋似乎很有自知之明 并没有占了自己体格大和哥哥们抢 自觉离开现场 拉面则是趴在原地不争不抢 接下来就是毛豆的炫饭时间 芒果和拉面都没有上前争抢 但是芒果虽然假装舔毛 但是偷瞄了好几回晚 兄弟们让我们把家庭地位打在毛豆上 终于毛豆吃的差不多了 芒果直接上来冲锋 毛豆还是有点度量的 虽然感觉他还想吃 但还是留给弟弟了 最后实在太累目了 看两个哥哥都吃完了 拉面才站起来把剩下的吃了 兄弟们把家庭地位打在拉面上 当然最后还是给刘刚蛋和拉面开了小招 谁也没少吃